被视为是极端回教分子中转站和招募成员的中心 马来西亚执法部门正在检讨移民政策 是的 那么据本台驻吉隆坡通讯员吴秋婷了解 当局准备加强全国监视系统 以便同区域与国际保安机构分享情报 马来西亚的所有出入境检查站都提高戒备 悉尼人质惨案和巴基斯坦校园屠杀案 让被指为激进回教分子中转中心的吉隆坡神经紧绷 悉尼枪手莫尼斯在移民澳大利亚前90年代到过马来西亚 不过马国警方表示已经提高戒备 成功制止45名马国男女前往叙利亚 不久前一名39岁男子就在登机飞往土耳其前 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落网 不过保安专家认为当局每抓一个人 就至少有九个人逃脱 这归咎于对外国人的友好政策 警方表示马国的友好政策方便外国人出入境 却让不法之徒加以利用 OK